大家好,这里是瑶瑶,这是我为娃娃Break拍摄的一个视频 因为放暑假了,然后我是那个视频每天一根的 还是像寒假的时候一样,当然不是从创意桶里面找的 好了,现在呢,这个其实这个模型是从我爸爸的电脑里面找到的 但那个时候只是这样的角度拍了一张照 然后完了以后就没有了 然后呢,这边还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不过你现在很幸运 因为我会一步一步讲给你听 也不是一步一步的,我就这样讲吧 就是呢,你要准备四座山 四个假山 其实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假山 第一座是这个 要一乘二的斜坡零件 要三个 再加上两个一乘二的零件 两个一乘一的零件,一个一乘二的零件 还有一个一乘二的光板 要这样搭 首先呢,拿一乘二的斜坡零件 还有三个一乘二的零件 这座山 这座山的话是三乘二的斜坡零件 二乘二的斜坡零件 再加上二乘二乘三的 二乘二乘三的 好像是二乘二乘二的 我说错了 二乘二乘二的一个斜坡零件 然后呢,完了之后上面再搭一个 一乘二的斜坡零件 再搭一个一乘一的光板 反正这个我感觉还是蛮简单的 接下来再讲第三座山 第三座山的话 那也不是我想的 它这个里面好像就是这样做的 嗯,二乘二的斜坡零件 一乘二的斜坡零件 就这样搭嘛 分三层 好吧,分四层 还简单的说它就三层吧 刚才我怎么搭来着的 哎呦我的天,都忘了怎么搭了 就这样搭,是第一层 一乘二的 还有二乘二的斜坡零件 然后再把一乘三的斜坡零件 放到看个上面 然后一乘一的 再加上一乘一的光板 好吧,我这边搭错了 因为我刚才忘了怎么搭了 然后我就搭错了 你要知道我的记忆很不好的 我的记性很不好的 然后这个样子 接下来到后面这座山 后面这座山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因为呢,它只是后面这座山都没有怎么被照相机照到 所以说大部分都是我想出来的 二乘二乘二的斜坡零件 二乘二的斜坡零件 二乘二的斜坡零件 然后二乘三的反斜坡零件 二乘三的斜坡零件 嗯,就这个样子 你们真的很幸运 因为你们看的不是一张图片 是我讲给你们听的 所以说你们很幸运的 所以说你们很幸运的 哦,我的天啊 我还得去剪 你们等一下 我剪回来之后就完全忘了我怎么搭了 嗯,不是这样搭 是这样搭 然后把它放在这里 嗯,然后呢 上面再搭了二乘二的斜坡零件 然后一乘二的一个砖 好了,我现在不说了 反正就给你搭上去 最后这里呢 是我自己加了一乘二的光板和一乘一的光板 好,你们看 现在就整这个样子 我现在转给你们看一看 其实呢 前面你们可以直接拉到后面来 不听我一个一个讲解 你们可以自己试着 根据我这个转来转去的样子 把它看 好了 这里是瑶瑶这首位 Wonder Break拍摄的视频